第三,我認為你們財政的估算 無論是建築成本和賣地收入很有問題 如果是私人項目,別人不會學你這樣計算 我希望你將來立法會到真的申請撥款的時候 你的模式,我看不到你有計算 你是money of the day 根據你剛才的官員介紹 是最新的填海價格,最新工程價格 還有賣地收入 你如果人用自己的錢做,一定會精密很多 你要計算inflation general inflation,一般的通脹 第二,因為我們有這麼多工程進行 北都會高的人手、工程、材料的價格 你要factor進去 還有就是地緣政治的風險 譬如你又說你的文件說到將來可以給50萬人住 那你對於這些需求,對於商業用地需求 你們有沒有做過經濟增長的forecast 未來幾年香港經濟增長是怎樣呢 過往曾俊華就說是低增長的 所以有結構性財赤的,他整了一個未來基金 你有沒有問過經濟師,我們首席經濟師 預計未來香港經濟增長怎樣呢 還有人口的增長怎樣呢 即是我們的人口的增長率 生育率是你知0.77 一位女士生不到1的弟弟 那麼 較早前在立法會問過孫玉涵局長的人口政策 他差不多表示政府沒有人口政策 他說生育是個人的決定 家庭決定,政府很難插手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們有多少人口需要這麼多的用地呢 雖然你說可以改善居住環境 但還有人在大灣區發展 我們有鼓勵人融入大灣區 那將來是有多少的需求呢 即是對於空間的要求 無論是居住或者商業 一定是要基於經濟增長的估算 人口增長的估算 還有地緣政治的風險 即是不能留意這樣的局長 我們剛剛分享過國家主席的二十大報告 他提到經濟方面 他也提到我們 現在國際發展進入不確定難預料因素增多的時代 各種黑天鵝灰犀牛事件隨時可以發生 我們必須增強憂患意識 堅持底線思維 準備經受風高浪得浪急甚至驚濤蟹浪的重大考驗 你們不可以當世界是歲月靜好天下太平 你要怎樣建一個多美的環保各樣的夢幻城市都可以 不考慮這些因素的 最近沈春耀主任黎都提我們要有系統性思維 即是不可以每個局自己單獨做事 不想其他的財政的估算 其他的地緣政治風氣 不可以這樣的局長 如果是個私人企業 不會像你們這樣做的估算去投資 沒有人制的 局長有沒有簡單回應 主席 主席 首先這個地方的重要性 其實我們一定不是看未來十年 我們說3200公頃屬地裏面的300公頃 其實那300公頃是計算到2032、33年 但是其實一直到2040年 這個地方可以提供到1000公頃的土地 這個是它的重要性 我們是明白當然那個經濟、人口 都可以是信息多變的 但是我們都很謹記 其實同樣都是習主席提醒我們的 就是我們一定要保持我們的發展動能 如果要保持這個動能 一定要有這個土地 還要前瞻一點去看這個土地 因為到了經濟好的時候 我們才去做這個地出來 我們已經有失去一些時機 而我們如果看看今天我們的經濟環境 就算是在這個疫情之下 其實我們中環核心商業區 其實那個空置率都是相對低的 是8%的 租金也都是在我們附近 我們的競爭對手 我們是數一數二的高 所以其實我們一定要有一個多的流面的供應 我們才可以提升到我們的競爭力 同樣人口方面 雖然我們現在可能短期有一個人口的下跌 但是其實人口的轉變 是沒有人有水晶球是預測得到 加上我們現在說我們要吸引人才 其實人才正正就是很想有一個移居的地方 其實我們這些全部都是需要土地的配套 才可以做到的 當然有了一個地出來 我們現在說單是填海 而這些地陸續出現 我們相信是在一個12至15年間 由我們開始填海 2025年開始填 就會在2025之後的12至15年間 陸續出現這1000公頃的土地 上高的土地用途 我們明白今時今日 我們一定要保持一定的彈性 不可以好像從前那樣 劃死了這個位置一定要做些什麼 因為真的社會是信息萬變的 只要我們有這個彈性 有了這個土地在首在先 其實我們將來做政策創新的空間 就大很多了 方才最後我也想回應一下 太太所說的 就是那個建築成本 我們的確現在 我們只是用我們最大的努力 用我們現在這個研究階段說的 我們去做一個以今天價錢的估算 其實這個 未是所謂的money of the day 未是MOD 因為我們要做到MOD的計算 我們一定要知道整個計劃 我們每一年的工程的時間表和進度 再去估那個現金流 一般來說 這個我們真的去到我們來立法會 拿錢的時候 就會做到 但是因為這個項目大 我們都知道 大家和社會都有關注 所以我們在現在現階段 即使沒有這個項目 那個很詳細的分項 每一年的時間表現金流 我們都嘗試以今天的價錢 去報一個價錢出來 但是其實我們希望到2024年 我們的研究又再進一步的時候 我們又跟大家作一個交代 然後2025年就申請勾款 主席 主席 你應該給我多說一句 你給何俊賢多說一句 好 你說一句 你即是承認你5800億 以及你的收支得非常粗疏 是不是 以及既然大家都引述習主席 習主席說盡力而為 也有說量力而為 好